OK OK 嗨 各位学们大家好 现在又来到了 Toni 老师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有关于到这个 分享是今天的主题是 就是中马联手 高铁计划未来投资的三大绝招 今天要讲的基本上是我们的 这一个Part2 可是还没开始之前 基本上我先来一个checking好不好 想请问一下大家 大家都看得到我的 PowerPoint Slide吗 都还清楚吗 如果是清楚的话 我给大家一个稍微 半分钟的时间 先然后给大家大概 就是settle down一下 看 的一些slides 这是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的 我就大概 大概slides through 其实很多 所以就尽我的能力了 可以讲多少 我就希望趁这个宝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 OK 好 那我就大概先 把这个网站先开起来 那这个是等一下跟大家讲的其中一个 资讯 等一下不是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方便大家 就是去学习要怎么样 去login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呢 基本上是让我们看得到说 外资的这个投资到底是进出多少 OK等一下子 那我再回来这个网 这个地方好 那可以了 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 OK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好不好 OK 这个呢 最主要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到这个中马联手高铁计划 未来投资的三大绝招 那今天是说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part 2 因为part 1呢 基本上也已经分享过 那如果大家是要 学习说要去听我的part 1的话 其实很简单 大家只要去到这个 YouTube Channel 然后只要打进这个WCD Worldwide Training 那就可以看到我的一个视频 那我其中一个视频里面呢 基本上有讲到这个part 1的 好 那我们回来这里 好 part 1我就不要太 讲太多了 那这是我个人的面子书 就toninubia.com 如果谁还没教我的话 那我鼓励大家去 就是把这个整个 email搭进去 然后就可以教我了 然后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简介 还没讲简介之前呢 大致上我就先来给大家 讲解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 这个东海岸铁路线的项目 ok 好 那我们回来这里 这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小小的简介 那我很快的带归 因为这个都不帮大家赚钱的 我们就稍微不要讲这么多 ok 在这呢基本上我是这个WCD Worldwide Training 的founder 那我有出过两本书 第一本是Powerful Value Investing Formula 那第二本是Building my own cash mission to stock investment 那基本上我也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认证的讲师 那我基本上有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简介 投资股票基本上12年 交易差不多是7到8年 那这个呢第一本呢是我个人的第一本的书 ok 那就大致上是这样 这是我个人的网页 大家可以去参考 就是www.tornim.com 在这里最主要的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网页对大家是非常非常的事关重要 那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mall的地方 我就直接去这个网页 讲到这个 网页的地方有一个地方mall 这个有一个financial免费的 那大家只要click in这个计算机之后 然后把自己的email 就是正确的email click in之后放自己的密码 然后大家就可以log in去看这一些financial calculator 那等一下呢在分析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稍微就是讲解一下这个financial calculator要怎么用 那里面也是有一些个人分享的这些soulcloud ok 那这个就是跟大家讲解 要怎样进去我的website怎样用了 ok 那这就是我个人面子数 个人面子数tonim.com 如果现在大家进去的话 会看到是基本上是长这个样子的 ok 这就是我的个人面子数 所以有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不清楚要怎么去进我 ok没有关系 然后这是我的youtube刚才我所讲的 只要click in WCT Worldwide 那大家都可以找得到 就可以subscribe 那可以收到我最新的一个分享 ok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照片 就是领奖分享等等 这都不帮大家赚钱了 ok 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之前 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discriminate 那等一下呢我可能会提到一些股票 然后提到一些商品 外汇 房地产等等 那只是供大家做个参考 那如果大家是要买这个股票的话 不妨你可以去你邻近的这个broker 来询问想请要想开户口 等等这样子买 ok 好 那在这里呢我想请问大家一下 我们以前的运作的方 就是装运的方式 就是我们送东西会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那我相信我 如果提到这一个就是我们的delivery system的话 大家都会想到的联想到是什么 就是海 用这个船 对不对 用船 透过这个海来运输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 采用这个船子来送货 那第二呢大家会想到的就是用飞机 对不对 那第三可能大家会想到是在路上是采用这个 这个罗里来送货 那最近呢 最比较advanced的我们提到就是这个高铁 那等一下我比较专注在是这个地方 就是高铁这个要跟大家讲更多 好那在这里呢 基本上今天我比较 string到最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东海岸 铁路线的这个项目 ok 那东海岸铁路线的项目基本上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机会 然后他又有什么样的一个impact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 然后尤其是投资股票在马来西亚的一些股民们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如果大家还不清楚跟没有去看到这个讯息的话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能要去关心一下 因为我不懂这个消息的话真的是亏大本的 好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东海岸的这个铁路的路线 我们可以知道说最近这个中国跟我们的马来西亚已经是合作了 然后他们已经就是注入了这个550亿 那等于就是美金上升到13.1 billion的这个钱呢 进来这个我们的马来西亚 那最主要呢是他们要去建这个东海岸的铁路的路线 这个是他们现在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了 那最主要不是这个 那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单额呢 我要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个中国会想过要投资在我们马来西亚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不要投资在越南呢 为什么不要投资在缅甸呢 为什么不要投资在 拉欧斯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是马来西亚这里呢 然后在选 还选在这个马六甲跟关南那一条线那一边 ok 最主要的这里呢 大家可能就可以回去 大概看看一下以前我们的历史了 舍加拉 这个是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读过以前我们的历史舍加拉的话 可能大家会 会观想想到说一个 亨多个亨几百的情况 那这里我就不是不要跟大家讲太多 有关于以前的这个历史的东西 那最主要我跟大家讲的是 现在这个历史已经被删除掉了 那如果大家 真的是有一些所谓的 这个学弟学妹们 现在是在读着 这个 Secondary School的话 那可能大家都已经是没有办法给读到这样子的一个 Pistory 这个舍加拉了 那为什么这个历史已经被删除掉 那因为是 有一些很 sensitive的一个issue 所以被删除掉了 那这个我们就不要多说 那最主要我们知道是说 这个马六甲这一个地方呢 其实是 对我们来讲 不管今天我们是欧 在欧盟区或者在美国 我们要经过 去到这个中国或者是面吗 或者是越南等等的地方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经过 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一个小岛 小小的岛 那也是我们什么呢 就马来西亚那其中的一个地方 就是马六甲 所以呢顺便跟大家讲 那主要为什么中国会选择 砸钱在我们这里 而不把钱投资在新加坡呢 ok 那等一下呢在后面的地方 我就跟大家稍微的 慢慢的去解释这个里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ok好 那 这个呢就延伸到这个地图 那这个地图呢 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图 我每次都会 很注意的去研究 跟去探讨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 什么南中马来西亚 什么南中马来西亚 然后今天呢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什么南中马来西亚 上面是什么 泰国对吗 那我们知道说 中国 中国高铁的这个一带一路 那已经是签订这个合约了 是跟这个泰国 那我们知道说 泰国这里的高铁哦 基本上会直接连接过来马来西亚 然后从马来西亚建设 这个HCR I Speed Railway 直接连接到新加坡 那最近 我们马来西亚也已经签了 这个 High Speed Railway 的 Contract 跟 Agreement 所以看得到这个是 事在必行的 是跑不掉的 所以以后 大家可以联想得到说 从这个新加坡去到 KL 我们基本上只要花差不多 短短的45分钟 平好 我们就可以到KL了 那可以看得到 在这一方面讲到这一块的话 那可能就会联想 我跟联贯到这个KL的这个 房地产的这个情况 那可以看得到很大的可能在 这个KL的房地产 你可能会走高 就因为说很多人也会选择住在 这一个KL 也不要住在这个新加坡 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的 这个生活费是非常的高 对吗 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得到说 新币对马币是3.0多 我如果没有记错 刚刚从下午的时候 我有去到这个钱 就没有去看 那如果换多钱的话 可能他们可以去到3.1 so try to imagine 想象一下看 今天是我们如果是 可以用1块钱 新币的话 我们可以换3块多 那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 如果是工作 我们在新加坡工作 如果是一年的话 所赚到的钱 等于是在马来西亚做3年的 所以很多的 新加坡 马来西亚人都会选择去新加坡工作 所以就是为什么新加坡这么拥挤 OK 那最主要我们要讲的 就是在这一块 就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槟城这里 大家看到吗 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港口 对 然后港口再上来 就是吉隆坡 吉隆坡再上来就是马六甲 马六甲 这里我们看到 再下来就是我们的 然后这里是 然后等下会讲到这条线 那这里呢 是我们所谓的沙巴 那沙巴也是有其中的一个港口 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中国是怎样跟我们合作 那最主要的这个合作的方案是在港口 OK 这叫港口联盟 四个字 港口联盟 那这个港口联盟是怎样做的 就是说 基本上中国呢 他就跟我们马来西亚讲 好了 那现在呢 我就把我的四个中国的港口让出来 那你们马来西亚呢就让出你们六个港口 那我们四个港口叫六个港口呢 我们一起把中亚的港口吃掉 大家没听错 就是他要把整个这个中亚的港口吃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看得到在新加坡这里呢 这个李显宏最近的时候在过去的 这个这一周当儿呢 我们看到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 那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中国已经完完全全把这个新加坡 FIRE掉了 那为什么能要把它FIRE掉呢 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提到说 这个新加坡这里 基本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新加坡现在他们的航空的这个军队 所采用的飞机 这是F-15跟F-16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F-15跟F-16 不是我们普通所看到的 就是可能没有完全配备 Completed的配备的 他们是full force completed 配备也是由美国卖给新加坡 然后这个F-15顺便跟大家讲的话 如果他今天他想要启动这个F-15的飞机 他们的这个航空的飞机 他可以从晚上完全乌黑麻木 看不到的一个情况之下 坐着这个飞机呢 从这个地方一直飞1000km 那可以飞到呢 他要所去到的一个地方 然后完完全全 基本上就是可以带着这个巴黎的空弹 然后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岛 然后就把这个巴黎空弹放下来 就是直接把这个岛炸掉 完全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就是这样子去到那边 就是炸了之后 就完全再从这个地方架飞机 再飞回这个新加坡 基本上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而已 然后顺便跟大家讲 他这个飞机 他可以坐在里面 那个所谓的pilot 根本是不需要control 去控制他这个飞机 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F15 基本上美国所卖给日本跟韩国的 那一个配备 不是complete的配备来的 所以顺便跟大家讲的是 日本跟韩国 基本上到现在我们东南亚国家 还没有一个国家 基本上是可以跟新加坡的 航空军队是可以fight的 然后他们所谓的新加坡所有的军队 基本上现在都是去美国来受训的 所以你讲一下 中国生不生气 中国怎么样能够跟新加坡合作 因为新加坡基本上是跟美国那边靠着站的 然后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 现在特朗普是要跟中国打贸易战 所以打贸易战的情况当而 他肯定是不会同意 就是说投资在新加坡的 对不对 所以来到这里我们就来继续看 从这边如果是我们讲说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亲爱的国家就在这里 我们是一个小小的马来西亚 这马来西亚在上去我们知道是泰国 Banggok Banggok上去就是中国对吗 所以中国在这个地方就 伊尼 哈诺 马尼拉 我们知道最主要的是 现在中国他想要建这个高铁 要连接我们整个东南亚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 还有去到这个加拿大 美国等等 还有Russia的地方 还有欧盟区 那他最主要是他要霸占跟控制 整个世界的贸易的活动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一点 现在已经是在布局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中国他们已经要跟 美国打贸易战 因为我们也知道特朗古最近是 就是私底下有跟台湾的财运谋 就是通电话 对不对 然后搞到这个中国是非常非常的 懊恼非常非常生气 他们讲我们中国是 就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 那台湾也是在我们里面的 为什么就是包括我们在 为什么你私底下跟这个台湾通电话 也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 那特朗普就讲了 那我为什么要通过你们的同意 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协议 那今天如果跟你有贸易的协议 那我们有一个协议所 我跟你们 基本上是有一个协议所 我不可以跟台湾通电话 那就不用紧了 那我就不跟台湾通电话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台湾的蔡宇蒙 他要grade我 因为我赢了这个所谓的 Election 那我变成是这个美国的总统 他要grade我跟我讲恭喜你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我为什么经过中国的同意 来接一次通电话 根本不需要 这个是他所讲的 所以很明显的是他已经 就是officially 就是跟这个中国开战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中国是非常非常生气 所以现在中国呢 已经去到很多很多的国家呢 在砸钱了 那最主要的一些国家 就是包括Indonesia Indonesia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Russia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 我们知道他有去这个Brazil 然后巴西也是有 那当然跑不掉 是马来西亚啦 OK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而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中国基本上已经是很保护 就是我们这里 那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吉隆坡那边的地方呢 他们所要进的一个 我们把它称为是黄金港 黄金港 给大家记起来这个字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字 那这个黄金港呢 基本上是包含着我们的金融的 这个financial hub 就是新加坡 我们知道他有financial hub 他有一个financial hub 他有一个trading hub 他有一个entertainment hub 最主要的所有在新加坡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会在马六甲的黄金港推现 OK就会拖现 那就基本上如果我今天在马六甲进的这个港口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讲说是 我们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新加坡小小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马来西亚 那如果从这里所运输过来的这些货货品的话 在还没到新加坡之前 我们就已经在槟城 从吉隆坡还有我们这个马六甲就已经把它挡住了 挡住了之后呢 我们看如果从这里来的话呢 可能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沙巴的港口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马六甲港口 在还没到新加坡之前 又把新加坡给挡住了 所以简单的来说呢 中国已经讲句话 基本上呢 新加坡是根本不需要存在的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看到的一个 一个危机感在新加坡 所以为什么呢 这个里程是非常非常的懊恼 跟非常非常的生气 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他们 可以说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中国已经开始在跟不同不同的国家 开始联盟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联盟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商气 今天不管大家是做生意的 还是大家只是一个学生 那或者大家是一个投资股票的 这一个讯息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商业的一个机会 来让大家有机会在这个当中的赚钱 对不对 所以来到这里我们来继续看 就是整个很大的一个地图 那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 这是印尼 那刚刚我有提到说 这个美国还有巴西等等的国家 今天我不管你是在Russia 还是在Green Greenland 加拿大阿拉斯卡 USA这边 那只要是我们的产品要送来中国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马来西亚对吗 那我们可以可能会停顿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港口 那顺便跟大家讲 马来西亚的这个地方呢 中国也已经准备好了 在不只是在那边建一个黄金港 他也要在这边做一个军港 大家听没有没有听错 是设定一个军港 然后呢 中国的这个设定的这个军港之后呢 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总理啊 基本上就跟这个中国就讲了 那我的这个保卫我的这个海峡的这个军队啊 就是我的海军 不是这么 不是我的配备不是这么这么完善 那你们中国可不可以为我呢 就是啊 就是给我一些好处 那让我可以提升我的这个海军 OK 中国一口就答应了 那中国答应的是说 顺便跟大家讲 中国是会协助马来西亚 然后来卖给我们这个C82A C82A的这个海军的船只 那这个船只呢 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船只 我们把它称为是 Multi-usage surveillance speedboot 就说这个船呢 他除了可以有一个啊 可以可以可以装置飞弹 就是发射出去之外呢 那飞机呢 也可以停留在这个啊 这个船上面 是非常非常完善的一个 所谓的海军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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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备 那中国也讲说是 我现在暂时我现在中国 先装好两个这个C82A 送到你们马来西亚来先 然后呢 到时候如果你们 马来西亚觉得说哎呀 我要自己建 我这个C82A 没问题 我们送我们的技术人员 去到马来西亚来教你们怎么建 OK 那如果你们没有配备 不用紧跟我们讲 我们可以卖给你 我们可以送给你 基本上还可以 叫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去到那个地方 帮你建帮你建帮你造 哇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吗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 令我们觉得说 新加坡是觉得有一个危机感在 OK 那这个呢 是我们等一下才来谈 最主要的是 今天我们看得到 中国是已经准备好了 要打这个贸易战 然后呢 马来西亚是一个给他们 所选中的一个地点 然后来到这里呢 来我们来继续探讨下去 来到这里 美国大选已经是一个 不能够改变的命运了的 所以来这里我们知道说 特朗普上任之后 美金一直在走涨对吧 那我们的马币呢 也一直一直连续的在贬值 那我们知道说 马币现在已经贬值到4块4毛多了 那最近我有听到一个消息 所以这个消息是 我也是把它share在我的个人的面子书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面子书 大家可以看啊 在这里 那我个人面子书 我看到这个报章之后呢 他是讲说是 那马币可以重回4.05 那个人 这个是个人一天过后 他们是讲4.0 那我就基本上就问了大家说 你们认为可能吗 我这边就有很多人在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加我 在我面子书 在这边慢慢的看一下 那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个人就只有那几句话 是很简单的 这个五句话 那就是有点挑战哦 那从这里我们知道说 如果今天我要把这个美金对马币 再回升回以前的这个水平 就是4.0的话 那现在基本上是稍微有一点挑战 那为什么会有挑战呢 最主要的关键点 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 美元一直在走长对吧 美元一直在走长 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了 这个我们也是知道了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知道说 也伦也倡导说是 他要升息 那这个升息的机率呢 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那以我个人 我认为说这个升息 是肯定是实在必行的一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那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unemployment rate 就是我们的失业率 那我们从2007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失业率 在美国基本上是占以4.5% 然后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失业率 已经走长到接近10% 对吧 所以从4.5涨到10 基本上我们涨了5.5% 然后最近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2016年的时候呢 我们整个失业率 已经走跌回4.6% 所以这个是耶伦觉得说 我们的失业率呢 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好的 所以我们要升息是 是有希望 所以还是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然后再来 为什么耶伦一定要 他是觉得说 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升息 那最主要我们看到 美国的inflation rate 就是他们通过膨胀 通过膨胀呢 在这个所谓的2016年的时候 已经达到差不多1.6% 已经接近他们所要的这个水平 是在2%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说 基本上 美国呢 他要升息的这个几率越来 越高 所以有些人呢 也可能一些分析师也讲说 是100%一定是升息的啦 OK 那这里我们看到 再继续看 US Federal Reserve Minimum Hour Rate 就是我们知道 每一个小时的这个行星啊 也是一直在走涨 由1950年到现在为止 都一直在走涨 那尤其是现在 也是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输光的进来 虽然是盘整 可是盘整的情况 当我们看到说 是US Investment Rate 是提高 然后Unemployment Rate 是走跌的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耶伦基本上升息 是跑不掉的事情 只是他会以怎么样的一个形式来升息 那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 最近特朗普他上任了之后 他最主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除了打这个中美的贸易战之外 他最主要做的就是 他要提高这个美国的 medical 就是他们的保健 还有就是一些移民的问题 就是immigrant的问题 所以他才在这个墨西哥那边建了一套很大很大的一个墙 对吗 那他也是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他要提高这个我们所谓的就业的机会在美国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 特朗普呢 他已经是讲明了 他说什么 在这里 这个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sharing OK 我已经在我的这个WCT Worldwide Training里面的like page 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可以去这个地方 你只要去这个地方 或者来我的个人面证数 click这个link就可以进去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video OK 有一个视频呢 是这个特朗普的message 他的message告诉我 告诉大家说 我现在我胜任了 OK 在12月10号 我应该会做什么 我什么一定是不会做 那其中的第一点 他一定会做的就是他会肯定 肯定要听好 cancel TPP 所以TPP 大家不要再讲了 cdp是肯定没有了的 OK 所以这个是特朗普说 他上任之后 如果一月confirm 全部东西没有问题 他就会之后 第一件事他要做的就是 要cancel TPP 所以 tppcancel之后呢 最主要 会 会有的就是剩下来 就是RICP 那RICP等一下我会提到 暂时我就不谈 OK 从这里呢 他cancel TPP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他最主要做的就是 提高他 现在在美国的基础建设 好了 大家听好了 最主要关键点在基础建设 那基础建设里面 为什么他要把 这个钱呢 全部砸在基础建设 那最主要的是 我们知道说 现在美国如果是 我们看回50年前到现在 那大家可以知道的是 每次我们看Ironman的戏 或者我们看 Transformer的戏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哇这个所谓的美国的桥啊 是我很漂亮啊 那美国的这个白宫 我很美啊 他的附近的这个环境都很优美啊 对不对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那基本上这个事 经过我们叫做 video recording touch up过后的啦 那现在的美国基本上是 已经50年没有制造这个基础建设了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的美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美国的情况是 送给大家三个情况 第一个是桥段 第二个是路烂 第三个是地铁漏水 顺便跟大家讲 现在刚刚所建设的地铁 尤其是在美国的那里 是漏水的 听好 那这个桥呢 基本上在美国50年到现在都没有重建过 所以有很多的大桥基本上都是生销了的 可是他们都没有 就是进行这个所谓的 翻新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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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了哈 那变成说特朗普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就讲说是现在我我们美国为什么要把钱 就是送去给外面的国家 就是所谓的东南亚国家 而不把这些钱留在我们美国去建设我们自己的美国呢 那大家都记得说特朗普他上任之后的其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 是什么 Let American great again 对不对 他想要让美国再次变成是great again 就哪里可能他会把钱送去给东南亚国家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Forget about it ok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在他的这个美国的桥在这个密西西比大河大桥的这个 2007年8月1号时候基本上是崩塌的死了很多人 所以这个是特朗普现在他上任之后他觉得说 这个是第一件事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第一件事他做的基础建设 那如果今天我投资股票在美国的话 大家认为什么样的股票的领域我们要投资 肯定是基础建设吗对不对 那如果大家是要投资美国的话 可能大家就要稍微要特别注意一点 那注意什么呢 注意就是这个人啊 就是野伦刚才我们都讲到是升级的这个情况 那升级的情况这里我们知道12月肯定是升级 那我们懂 如果今天他升级之后 美金一定会走长同意吗 这是跑不掉的事情吗 美金走长一次还不用紧 如果2017年啊 OK这个野伦他再继续是担任这个Fedal Reserve的主席的话 肯定他还会升级 因为他跟特朗普有不同的这个观点 在这个升级的角度上 那我也很担心说 接下来他会不会被裁眼了 被fire掉了 这我们就不知道 如果他是被sack掉的话 那可能就他之前所讲的东西就不脱限了 可是如果今天Fedal Reserve的这个野伦他没有被sack掉 OK然后特朗普真的把他留下来的话 在2017年的时候呢 很大的可能我们还会再升级 那这个升级的这个情况会更快 为什么 因为现在特朗普他把钱全部砸在基础建设 所以基础建设砸下去的话 一个国家的收入就是我们所谓的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就是会提升的更快同意吗 所以当一个国家的Gross domestic product提升的更快的话 不管是服务业不管是我们这个所谓的 这个国家的收入提高之后 他一定会影响到我们所谓的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然后呢在那个同时的当额呢 他会影响到国家的inflation我们的通膨 所以通膨涨得快的话呢 肯定这个所谓的利率要升息是肯定的必然的事情 可是利率的升息的当额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对其中的一个国家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是 这里我没有把那个slide放出来 可是我就顺便跟大家讲这个国家叫做新加坡 OK那如果今天美国升息的话呢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最近的很多的股票 都是在大铁OK 然后再加上说如果今天升息的话呢 很多的这个我们叫manufacturing cost 就是生产的这个资本会提高 所以提高之后对新加坡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所以新加坡我们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他们的broadcasting of growth 就是成长 应该没有错到到年底是0.8%而已 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提高的话呢 那这个就要看一下耶伦的升息的这个情况 那以我个人我认为是这个是肯定是升息了 跑不掉的 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啦 那为什么 因为我也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解了 在这里 证明我们看得到unemployment rate 我们也看到inflation rate 我们也看到federal result of wages 全部都可以support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所以肯定是跑不掉 耶伦很大的可能呢基本上是升息的 OK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再回来 那如果是今天耶伦他真的升息的话 那我们今天要投资在这个马来西亚的fkli 给我就来这里先讲一下fkli 那等一下我们再回去那边 那今天的早上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已经是有录了一个视频 那我这个视频也是同样 大家可以去这个WCity Worldwide Training里面的 YouTube Channel里面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已经录在里面了 大家再不看对不起啦 这我帮不到你 因为里面可以让大家赚一些钱啦 那我们也不要讲太多 OK那很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现在的fkli 那从这个fkli的图里面呢 其实在还没有发生今天7.5 point之前呢 我已经跟我们的学员提早讲了 OK我不是就是自己讲自己爽了 这边我是真的是有证据的 那我就开我们个人的私人组 这个是我们的private group 是给所有高级班的学员 他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在这里呢我已经跟高级班的学员 已经讲了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 买卖的投资机会已经有 目前我们有很高的机会 卖大家看到吗 卖sell 这个是在昨天 Yesterday 那我也是讲说是 耶伦会提高利率 马来西亚的外资已经撤离到美国 那因为是美国的这个美金周长嘛 然后宏观经济的这个恐慌也开始加速 因为我们知道说欧盟区的那一个地方是 现在意大利空头已经失败了 然后希腊之前也是有讲过要 要bankrupt的情况 再加上现在英国退欧的情况 所以整个经济是非常非常的恐慌 再加上我们知道恐怖分子也是开始 这这个这个这个动作也开始加加深了 加温了 那我们知道因为特朗普上任之后 可能会有很 会打仗 我不知道啦 这个是我的看法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说特朗普他本身 我们先跳一下来 在这里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共和党 就是这一个 那我把它叫成集会党 因为我觉得叫集会党会比较适合 instate叫他共和党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知道说美国 尤其是这个这个美国他的政治很奇怪的 so far 这个共和党在历史之中 第一个我们叫做American Lincoln 他曾经是成为这个共和党的里面的这个领袖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叫的叫做 George Bush George Bush 大家知道他上任之后是有很多打了 打了很多战 是都是全部都是用暴力解决的 然后呢 特朗普会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知道说是他也是under这个共和党里面 没有把它成为集会党 为什么是集会党 因为这个Republican 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们要摆脱法律 他们不要这样多的法律的 OK 他对我们来讲 all this law is bullshit OK as long as我们的这些人民 我们可以给他制造一个自由的市场 让他们去发挥的话 只要大家有梦想 大家肯努力的话 大家去做的话 肯定会有收获的 然后因为这样子我们知道说特朗普 现在他已经是所谓的 减低这个富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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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税 对吧就是你不用还这样多tax 你回来你回来美国 你回来美国做做生产 你不要在每个别个国家 OK 不要在马来西亚 不要在缅甸也不要在什么国家 你回来美国 OK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们看得到说他的他的这个tax card 就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做生意的人回去 那最主要另外的一个点就是说 他会把很多的钱砸在我们把它称为是这个军队 因为他们很注重他们自己的这个military force 这个重点来了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跟这个democratic民主党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民主党他们是设定法律的 他们讲 everything is by law 我们的政府可以照顾我们的人民 我们有政府的权利 OK我们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control 你有看到在奥巴马执政的时候 他给什么奥巴马care对吗 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可以买到保险 很多人都有机会可以受保 那不管你生病还是什么样 你可以去看医生都不用担心 这个是他们民主党所要做的一个政策 跟我们在这个共和党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这里我就觉得说 大部分的这个恐慌的情况会提升 主要的原因是如果特朗普上任之后 他因他提高他自己的military force 最主要是他讲 来有什么我们就打仗 没有关系的 他都不怕的 因为他的military force已经强了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认为说 现在的情况那些所谓的恐怖主义 会提升的其中一个状况 然后大部分的资本正在转移去黄金 最主要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恐慌的情况 然后很大的可能升息之后 美国会什么样 美国会崩盘 这是在股市方面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把那个钱移去投资在黄金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黄金最近接下来可能有机会会走涨 那很多的中国人最近也是在去投资这个黄金 去买黄金 对不对 所以当昨天的时候 我跟学员们讲了这个机会之后 我不知道有多少少个人去做这个动作 可是如果有去做这个动作的学员呢 基本上每一个都赚钱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这是Derek chart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已经跌了7点多 是吗 我们看是7点多 7 point 我开多一个一下子 我开两个会比较容易让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ok 从这里我们就去 ok 然后呢 我就进去 今天跌了7.5 可以看到吗 7.5 那学生们就说7.5是什么 有些学员是新吗 对不对 我今天很新的 也不要跟我讲7.5 我不懂了 听不懂 不用紧 很简单的 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Future Trading Future Trading就是指数的交易 那指数交易每一点在马来西亚呢 是50块钱 ok 那今天的跌了7.5% 如果大家只是买一张contract的话 就是说只有一张 然后short就是买跌的话 大家赚了375块 可以简单 这样子大家可以明白吗 那当然我们要减掉50块 为什么因为是水钱 水钱来回的话 大致上是一点 所以我减掉一个50块 基本上今天大家赚了325块 如果是一张contract 如果大家买两张的话就乘二 如果大家买是5张的话就乘五 就是照算 ok 这是一天里面大家所赚取的钱 那现在来了 这个情况 我们的这个 整个情况会跌到什么地方 这个是我 刚才下午的时候有录了其中一个video 我叫大家去看的 大家可能等一下可以去看那个video 那个我这样子 我就不要讲太多 这个指数的东西了 那基本上我看到这边有一个head and shoulder 因为我下午已经讲了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现在继续跌下来 那这个跌势呢 以我个人的分析就是说 ok 来我给大家看这个 ok 以我个人的分析是stochastic已经是走跌了 大家看到这里吗 对不对 ok这个地方 ok 所以呢整个stochastic是跌了 往下滑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用来看盘整的 有很多不同的指标 我们是用来看不同的情况 不是说一个指标打天下 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就错了 ok从这里我们看得到整个stochastic是从走走完弯回下来的 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有一个蜡烛形态 这个我们叫dodgy dodgy呢 他已经通已经通过了这个dodgy 直下所以我可以看得到说这个跌势是非常非常的凶 ok很有力 所以从1642如果继续跌下来的话 他整个support level是接近这个160多的这个情况 所以如果说今天是1633的话 我不要算多他跌到 ok这是1633 跌到16 25点我们还有25点赚 如果25点一张contract我们乘50块的话就是1250块 如果大家是五张contract的话就要乘罢了 就是6250块 ok这里大家都可以明白对吗 ok so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整个趋势 所以我提早就已经跟学员们讲了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要加入我们这个组别的话 大家可以跟你的自己的这个专业询问想请要怎么样加入 ok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我pass给我们的学员 我相信他们都已经做到了 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这里 说回来这里呢我们刚才提到说野伦基本上会升息 我也跟大家解释说我们的马来西亚这里 我们回来会走跌对不对 那第一是因为美国那边他们升息 那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马来西亚的情况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外资基本上是开始在撤离 如果我们以曼利月份来看的话 红色这里就是我们的外资 外资一直在撤离马来西亚然后回归美国 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马股一直在走跌的一个现象 OK这是我们也是看到外资 外资很重要的如果外资出的话肯定是没有钱 在马来西亚主要在马来西亚现在在玩股票的人是谁 第一我们叫EBF Employment Providence Fund就是我们所谓的公积金的公司 association第二 就是我讲的他们要存钱要去做哈基的 马来西亚这个组织 然后第三就是institutional 就是banking services 包括EUOB Bank OCBC Bank Public Bank等等这些银行就是在里面玩罢了 OK所以如果是今天我们没有外资进来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马股要炒高是没有这么容易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现在中国已经支入550亿进来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动工我们这个 East Coast Railway OK所以可以看得到说基本上我们的马来西亚还有机会的 OK那马来西亚如果大家有去注意到的话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基本上是被低估的就是undervalue的 OK所以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论点 然后在这里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看到说 另外一个我觉得有机会以后会走长短期内会走跌或盘整 长期内可能是会走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 第一我们看得到是这个油价跟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个国家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然后如果油价现在看得到是OPEC已经是开始要减产 他们不要生产这么多 所以不要生产这么多油价就走长 所以油价走长的话肯定会带动我们FKI 这是普遍的规律来的 OK所以再回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马来西亚在这里 OK这个是马来西亚的inflation rate 我们的inflation rate还是走跌从这个2016年的1月的时候 4.2走跌到1.4 大家有注意到吗这里 这就是通膨 通膨还是保持在1.4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情况我们的利率还是 经过我们在7月的时候 从3.25减到25个基点在3个percent之后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remain 就是保持在3个percent都没有走长到 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的利率走跌的话 肯定是对我们的马股有好处 所以长期来看我们马股还是会走高的 只是说暂时的话我们马股会走跌 是因为很多的外资已经开始撤离了 然后再加上说我们看得到特朗普上任之后 可能大的可能会升息 所以很多人能够开始恐慌觉得说股市会走跌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抛售自己手头上的股票 所以以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你问我的话 现在我还会保持50%的资金在股市里面 为什么我会保持50%的资金在很多一些被贬 什么叫做under value 就是被低估的股票 因为这些被低估的股票如果现在不买还等什么时候买 等他走长的时候买的话肯定是已经走很高了 所以这个是赚不多了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少讲巴菲特常讲一句话 当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贪婪 当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什么 要恐惧吗 首先每个人都在恐惧吗 那我们做什么 每个人都要恐惧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贪咯 就是我们就要贪要买股票 所以当然是我们也是会保持一个中庸的情况 就是说不要所有的资金全部dump进去 我所知的是如果大家有一笔资金的话 不管哪怕你已经也是5万块100千 或者是两三百千10万20万30万的话 那基本上进去的时候先进一半先就是50% 然后如果他走涨的话就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买到便宜了吗 那如果说今天他没走涨 OK 反之他走跌用紧的 我们等他走跌了过后开始在rebound上去的时候 我们再leverage他把它拉低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就是现在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可是请问一下大家有哪一个人现在是真的是进去买股票的呢 那我相信在听的这些所有的学员们都应该清楚了解说 不是很多 同意吗 OK 没关系 那我们继续的回来看一下 现在要怎么做 那我已经把消息告诉大家 也跟大家讲我们现在马虎会趋向如何 那其中一个所谓的建议也已经给了大家 那不是我个人什么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我个人的一些论点 只是跟大家公大做个参考了 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功课 没问题的 OK 大家也可以跟如果有做的好了 我可以可能share到我Facebook跟我分享没问题 OK 那特朗普上任之后呢 其中的一个国家就是这个安培 是其中的一个 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日本的这个 第一个总统啦 就是日本人的安培 是去grade 就是去grade这个Donald Trump的 那为什么他这样做 因为我们知道说 all the while以前到现在 日本跟这个韩国都是很需要到这个美国的保护 尤其是在他们的军队方面 因为军事不够强嘛 所以特朗普他基本上在还没上任之前 他就已经放货了 他就讲说是 你们如果是要我保护你们的话 我会提高你们的保护费 那便是说日本可能要还更多的钱 在这一个所谓的军队的保护的当下啦 所以他也很担心说特朗普如果真的是上任之后 会撤离啊 会撤军啊 所以他很担心说就去grade了这个所谓的特朗普 那如果你问我说这样子做是不是还要稳定他自己国家的一个经济呢 那肯定这个是跑不掉的 他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这样 那如果你问我说现在日本的股票可不可以买的话 我认为说短期内日本还不是我看好的一个国家 那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现在TPP没有了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伤 因为日本其实很靠这个TPP的这个项目的 他很希望说有了这TPP过后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国家提升 他们国家的GDP然后让他们的国家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然后能够带动他们国家经济的生长 可是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 所以不用紧了 后面我会提到RECP我们再来看 那取消了这个TPP我们知道刚刚我提到TPP这个地方 已经没有了officially cancel OK 现在我们有的就是RECP这里 所以RECP我们有的是什么 中国 韩国 日本 印度 Indonesia 马来西亚 越南等等这一个国家 这些国家红色的圈子里面 OK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说 这个RECP跟TPP两个加起来的当额 有其中一个国家被踢 踢出去在外面的 大家看到吗 是什么国家 台湾 所以大家懂为什么现在台湾跟这个美国总统 做特朗普他们要有这个联系 然后讲了一通电话 对不对呢 搞到中国很生气 对不对 因为他是其中的一个国家是被踢出来的 那因为是 Sad book Malaysia 是不 而且就ND sorry 所以这个是一个chat fixing Avatar 没想到买了 现在美国如果他做了这个动作 他真的是想跟台湾帮助台湾的话 那肯定是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我认为说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这个动作未必是一件好事 也可以讲说是会影响到台湾的股市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台湾的股票暂时我应该不会去动先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的原因是他已经是冒犯了中国 我们知道说台湾的话台湾的整个经济体里面 今天如果大家有去台湾去旅游的话 大家都知道说很多的顾客在旅游里面都是大陆里面 都是从大陆来的就是中国里面来的 所以当时的时候这个蔡颖蒙他讲说是他不要跟 就是就是就是要自己独立的时候 就是不要跟中国就是变成是Satuchina 就是One China 那很多的中国人都非常生气 OK非常生气然后很多中国人的中国的游客也不要去台湾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很多搞旅游业的人都非常的懊恼 然后也想想着说不然我不要搞旅游业了 我就去搞别的做别的生意就好了 然后可能就去种种一些植物 这样子就算了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你不让中国人来的话 我们台湾吃什么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国家 又不是一个很大国家 那台湾本来就是靠中国的吗 那没了中国我们怎么做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台湾的股股票现在暂时千万千万可以的话不要去动了 这段这段时间过了一月份之后可能在第二季度了 过我们才来看一下台湾的股票这个是会比较安全 好那来了这里另外的一个我们知道说取消了这个整个TPP之后 让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机会就是RACP 这RACP里面其中最主要的一些国家是有包括马来西亚 那新加坡是肯定不用看一下 因为新加坡它是跟美国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我看到的比较好的一些国家有机会的第一个就是马来西亚 第二个就是泰国 那第三个是Indonesia 还有就是越南跟远甸 这些都是比较有机会的国家 因为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在我们的中国的一带一路里面 我们建好这个高铁之后我们会连接马来西亚 去到这个所谓的泰国 那泰国国会在上我们会去连马 Laos Cambordia Hanoi就是那个连马那个地带 然后直接连接去到昆明这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它是会经过我们这个东南亚的这个Asian country 所以这些Asian country大家如果有去连马看的话 以前连马是没有所谓的外国外资的银行的 现在连马已经有DPS bank了 以前没有的现在已经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所谓的外资全部已经开始慢慢进去这个连马里面 我还记得说在两年前的时候 我也去过一趟这连马 然后去看了连马的一些房地产 那因为有一些老板他们就要求我们过去那边 然后我就在那边有就讲了一堂课 那就在那边也顺便去看了那边连马的一些房产 那在那里我就看到有很多的银行业已经开始进购 然后连马的一些房地产的基本上是值得投资 所以在两年前很多投资连马房地产的人现在都赚大钱 OK好那再来看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菜营萌的情况 这个焦点我们也再不谈了 那中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已经开战了 这个我们也已经谈了 那在这里中国一带入路里面肯定会带来很多很多很好的一个机会来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才在里面去找出一些公司是有钱的 那如果大家要投资在中国我们讲中国 所以中国的话大家可能可以去看一下一些基础建设 OK基础建设就是跟建高铁有关系 那最主要的其中一支股票就是讲到这里就是这边 OK这边我开给大家看一下 OK这支股票我们把它称为是中国等一下我开一下回国 OK大家都还在吗大家都还在哦都还在这里哦 OK那我们就继续哦 OK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OK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些公司叫我们把它称为是 China Communication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这一间公司基本上是我们叫做Purpose C啦就是CCCC 它是呃最近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 呃等一下我回去这个我们的这个project就是东海岸的铁路 大家懂是中国是哪一间公司是在建吗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建的公司就是这一间就是其中一间OK 所以在这里呢我已经把这个财务报表已经摘录下来是2015年的 那大致上还有呃大家可以去看啊 所以我也不要说呃讲的太多 OK那最主要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间公司基本上它的total assets 是在2010年的时候是307.8 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是731.3 总共涨了138个percent OK那的profit attributed to owner是涨了是15.8个percent 就涨到15.8个million 这是9.9所以million 就是60% 然后revenue走涨 他这边赚的钱是48个percent new contract是58个percent OK那我继续来看 那从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report了 所以OK这个就是他的 Chairman OK他的Chairman 他的message OK然后 我要给大家看的最主要是他的财务报表 他有很多project 他不只是在我们这个project他拿到而已 他基本上在中国啦 还有在上海啊等等的一些国家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在做了 大家看到深圳嘛 深圳延天port container terminal the first spot with the title of world best spot in China 这是他们做的哦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还有哪里 OK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一个集会啦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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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啊 沈阳啊 在沈阳那边 他们有见着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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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highway啊 然后这个highway呢 也是由他们来建的 因为他们是做基础建设很强的一个国家的 那等一下 还有就是我们再来看他有哪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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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边 这个是哪里 这个是啊 西浩们 OK 就是潮山 OK 潮山island 它的linkage的桥呢 也是他们建的 OK 还有哪里 我们来看 他有注意到吗 基础建设很强啊 他们 所以这间公司呢 基本上都是一直在搞一些基础建设啦 所以呢 呃 我是有这个report啦 如果大家是要这个report的话 呃 不用紧 你只要去我的面子书 就是在这边 OK 大家去加我 OK 你只要去 tonylinvis at gmail.com 叫我 叫我了之后 你可以跟我讲 你要是一个report 我就email给你咯 OK 就很简单 然后这里我们有new city on the east coast of 山道 山道也是有这样子 他也是有做 然后我们再来看 嗯 这边也是Mombasa OK 它的reway project 看到吗 他做reway的 嗯 再来 OK 还有哪里 OK 这里是还有就是在 嗯 天津 OK 天津它有一个港口 港口的port里面 这个也是他们所建的 所以这肯定我们看到有很多机会啦 还有厦门 Ocean 看到吗 theport也是他做的哦 OK 所以看完了之后 我们就来看 他的financial report 好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间公司基本上是怎么样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第一个 是 他的总资产跟负债表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公司的income statement 他是赚钱还是亏钱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现金流 OK 这个就是他公司的一些 report 好 那如果现在我要看的话呢 很简单 我就做其中的一个算法看一下 给我们看一下这间公司的现金流 那现在我就看一下他有投资什么东西吗 什么啊 他有买了这个plantation 这个 然后他有投资一些intangible asset 最主要的是他有投资了一些plantation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减掉他 等一下 然后减掉三 三四二 然后我来除一下看他现在 的现金流占以他的多少% OK 94 然后960 OK 19% 所以他还有占于19% 就是说基本上已经超过15% 还算是不错了 这公司还算是不错 所以大家可以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 怎样子分析 然后大家只要用回同样方式去分析 这支股票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暂时就先跳一下 可以来这里 那这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刚好提到的 就是有关系到其中一间有 有潜意的公司 在中国 好那继续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东海岸的铁路线 那东海岸铁路线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是从槟城是其中的一个港口 然后我们有吉隆坡 那吉隆坡这里呢 中国已经答应我们说可以给我们资金 让我们矿虫就expand整个中国的 整个这个KL的这个港口 所以这是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然后中国肯定会租入很多资金来support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要建在马六甲的这个黄金港 OK 他需要用到我们这个黄金港 再加上说他需要到一个军港 然后给大家一个资讯就是中国的军队啊 这是我收到的消息了啊 可以马来西亚说我可以让你停在Kotabaru 这是他的军队 中国军队是可以停在这里 所以大家可以去观想一下以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次我就不要说的太多 那这里呢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解释了很多 那主要是这条线大家可以看得到的红色这条线就是 就是他们所打打算要建造的一个一个铁路 然后肯定会benefit到这个档档 然后还有就是Kermaman 还有Kertif Port 还有这个Kertif Airport这里哦 Koratangalu也肯定会有收益 好那从这里呢我们要看得到 如果今天我们要投资的话 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情况了 就是这个东海岸的路线铁路 那在马来西亚的话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投资 从这里我们不要讲到这么有我们讲马来西亚就好 那马来西亚的话我觉得说最主要我们要去看的就是跟这个不 不生锈跟加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concrete啦 跟泥土啦 石头叶啦 铁啦 钢啦 这些全部有关系的行业都会有机会 会受贿 ok 好那这里不生锈跟 所谓的加固这个 这个所谓的泥土叶 ok或者是concrete的这个行业 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在新的铁路线上 来建造这个concrete ok concrete上面我们就放铁 或者放木 这是以前的其中一个做法 现在也是有人在做 然后另外一个是完全是放铁跟concrete的也是有 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是他们正在考虑用的是higher strength steel 我们把他们也是hsla 可以去主要另外一个他们所用的铁 另外呢我们叫carbon fiber OK carbon fiber 还有就是air carb rate aluminum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pbc related plastic也是这样也是其中的一个product 所以我们知道了之后现在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有机会去赚钱呢 所以从这里呢在没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国家 包括arizona 日本的他们已经在采用一些高科技了 你看日本他们是有这些所谓的铁 铁钢去建建造这个铁路的 OK他们的这个 这个MRT或者是RTM或者是 这个我们所谓hsr high speed railway 然后ok这里我们看到okpicture从中国里面2007年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那如果大家问我 有什么样的一个公司我现在是可以投资的话 那我自己本身我找了一些一些股票了 那我们就来大概来分析一下这些股票好不好 ok那等一下我们会来分析一些股票就是 ok这里有几只股票可能大家我就先grace through给大家先抄下来先 第一个就是发家7047 ok那第二个呢就是cscsteel5094 那第三个是micron就是5087 ok第四个呢就是faco就是7229 这个也是其中一种我看好就是说 接下来可能有前景的一支股票 那gecon 那最近我讲了这些股票也是一直在暴涨了 也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没有说暴涨到很多可是一直在continue涨了 3204 那echobex这些也是跟建筑 这个所谓的Ecos railway有benefit到有对他们有好处的一些公司 Ecospace8877 Gamuda5398 WCT 9679 啊不要误会啊这不是我WCT我的公司 啊这是WCT Holding啊 我的公司是WCT Worldwide 所以很多学生误会了 哎老师你的公司上市是不是 可以跟大家开玩笑啊 ok在这里呢所以我们就是等一下会分析这些啊所谓的这些公司 可是在还没有分析的当儿大致上我就先跟大家做一个所谓的小小的啊 新诺细一下啊 啊那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那大家我已经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基本上建设之后 它会啊连接整个啊我们的东南亚国家 啊然后肯定会对我们有啊就是就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好处 第一就是那些不管是做生意的啊我们肯啊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意会跑进来 因为什么从外外地会有很多一定单的会来我们这边马来西啊那第二点的就是我们投资股票的话 有一些股票是啊基础建设的肯定会有一些benefit在里面呢 那从这个东海岸的铁路线目啊项目里面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投资机会这边等一下我跟大家讲的一些股票大家可能可以回去看一下了 那那些股票可能不是现在马上可以看得到一些成绩可是在未来的日子里肯定他会有一些机会可以啊让我们去啊去投资的啦 然后另外就是我应该投资哪一个领域啊这个就是大家很懊恼的一个事情因为领域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带动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真的是可以啊赚钱的啦哦那领域是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每次带高级帮或者是我的分享会都很啊提倡的一个东西的那另外就是还有就是什么时候应该买入或者出售最佳时机这个是 很重要我们也是要看现在我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啊我看有strategy我现在应该要用 最终这里呢我们当前的这个市场应该是要长期或者团短期的投资好在这里我刚才有跟大家讲了一个期货的交易的方式短期内可以赚钱的那个是很快的方式那有一些学员呢认为说啊太快了我不能承担这种快的风险我要比较慢一点的可以吗东西老师我要买的时候收住的然后慢慢赚钱的啊也是有那个叫价值投资跟我们所谓的短期的交易是不同的所以呢我大家要分的很清楚有一些股票 然后有时候我在交流会所动到的哦只是适合我们做短期投资的可是问题是我看到有一些学员短期投资的买了之后哦他就变成短期变长期的这样子就不对哦要非常非常清楚要分的很清楚哪一个股票是短期哪一个股票是长期这样子会比较恰当OK好了那现在谁啊是第一次是听我分享的话如果你是第一次啊收听的话呢啊就或者是完全没有听过我分享股票或者是第一次你想要买股票 那我鼓励你呢就去我的这个啊这个youtubechannel你去到一个youtube你去youtube.com之后你只要打进WCT Worldwide Training然后呢你key in股票新手入门手册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个啊录音那这个录音呢是短短的一个十多分钟那我已经把很重要的啊新手入门手册里面应该要懂东西把它加进去了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学习如何去分析一些股票从初学的角度进进进进攻啊那等一下我也会直接live跟大家分享要怎样子去啊啊分析一些股票我也会用 用用到一些方案那大家有可能也是可以从中学习那如果可能大家忘记啊或者要学习初学的方式大家可以去这个youtubechannel里面同样打进WCT Worldwide你去寻找这个股票投资的初学功课然后把这个video听完这个会比较长一点点然后因为我已经把啊一些要分析的方式啊放上去了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拥有一些免费的啊信息的一个储藏的一个地点那怎么做大家只要去你的面子书打进WCT Worldwide Training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 到WCT Worldwide你只要去clicklike那每一次我所分享的这个啊视频啊什么你就会是第一手收到这个资讯了那还有就是免费阻藏看到我这个就是我的啊啊这个这个website嘛对不对那我的个人网页里面呢在这边大家看到有一个tonylin blogoktonylin blog或者financial calculator我都会把一些资讯呢储藏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那边点击然后去读更多好那现在我们要来分析股票了话不多说那分析股票的当额呢最主要第一个观点就是 大家要去要去我的这个个人网页就是tonylinst.com那大家要去more然后去financial calculator点击点击了之后你要啊sign up这个啊打进你的免费啊这个这个个人的一个email然后你就会放你的啊这个contact不是contact你的那个啊passwordok然后呢你就会啊啊contact啊就是connect进去这一个啊website了然后进去了之后你就会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等一下啊啊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啊 一个东西刚才我说提的对不对啊进去的时候我啊啊这这边是有cagr calculatorpresent value是算现在的价值future value是算以后compound interest那我们还有很多等等等等那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算一下自己的retirement我需要多少钱才能够退休那讲到这里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多了事啊我要退休我应该要怎么做那其实很简单的现在你去举例说啊大家可能是啊每一年大家需要花多少钱如果是我们说是啊一个月大家要花5000块那一年的话可能大家要花 花是啊6万块对吗在这里呢还有多少年我们可以retire举例说现在我们工作啊可能做的啊我们已经接近是啊可能是50岁那我们aspect说可能再多一个15年我们就要退休我们就放一个15年然后after retirement我大概要花多少年了这个只是一个统计啦那统计呢可能我们会花到90岁的话呢基本上是60岁退休的话我们还有一个30年那inflation rate马来西亚基本上差不多average是3.65%啦除了40多年了然后呢如果今天我们要投资的话每一年大家 大家的收入啊大家的这个return啊可能可以达到多少巴仙我就把它提进去可能我就讲说是20个percent啊比较合理一点啊比较logic一点那我们就calculate那基本上呢大家还需要存744,659,000然后you can attain15年by saving10,1330啊每一年要要存10,337然后进行投资每一年赚20%那我们就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15年后呢就可以退休了OK这给大家回去慢慢玩OK 好了那我们就来这里这里呢另外一个如果大家要分析今天我们是讲马来西亚的这个股票那我们就去马来西亚的网页那马来西亚的网页里面呢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来www.busamalaysia这里那我们就click就进去了OK这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网页那从这个网页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资讯了哦那我们就去clicklistedcompany我们就进来我们要去的哪一间公司我们等一下就来这里看来这里选OK好那来到这里呢我们就 就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这是这是technical啦我每次跟大家讲的RSI softcasting好不多说我们就来开始分析股票那第一支股票我跟大家分析的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这间公司叫WCity等一下WCity这个股票我们有看过了的只是说现在我跟大家讲的是WCity晚期内可能还有一些机会然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做这个slide的时候呢它的价钱是在1.76然后这边我们看到它走涨之前的高度的价钱是在多少钱 4块钱4块钱从4块钱到现在1块7毛6基本上已经跌了蛮多了的所以从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公司的management基本上是OK还是不OK那这里呢我就可能会去一个网页在这里那我就把这个公司等一下哈我就把WCity把它放出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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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 资讯 买还是不可以买是什么时候要买 哇最近EPL一直在卖这支股票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再等一下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 呃 这个所谓的 技术面然后我们才来判断什么时候要进攻OK 好 那分析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来 因为WCity我们知道它也是其中一间construction company 它如果赢到这个project 这个project的话肯定对它有好处了 OK 那我就来这里 OK 那我就download大家看到这里我们去 然后我就download 它的这个2015年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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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它的report然后从这边我们要找它10年里面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OK来到这里 我就来分析地址是WCity这个是 之前我们我们之前有分析过可是自己的分析 可能跟现在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每一次会不一样了 所以来到这里一下子 OK我们就download这个report OK 所以我来这边 等下 我来加多一个 跑掉不小心按到 我们再进回这个地方 Mr Company WCity OK 等下我还有另外一支股票给大家分析的 我们先看这一支先 那等下我们再看另外一支 最主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赚钱 OK 这个是 刚才我们讲的CCCC 我就 稍微先把它关掉先 然后 这个是 2015年 然后我们去拿 2005年的report这里 OK 然后我就 导入这个report OK 下次 OK so在download的当额 我就先去search 有时候这个网站开起来是这样的 这个download很奇怪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大家只要去search就可以了 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啊 我就去 company OK 然后就去 Guala Lumpur WCity OK OK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 OK RE呢基本上是4.77不是很高 那我们也是知道说一个公司的 的RE如果是比较近它的话是15个percent 所以现在只是4.77 那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这 这一只公 这一只股票或者是建公司最主要原因是 我们投资有分成三种不同的 一个 所谓的 Category OK 所以第1种我们叫做新闻投资 第2种我们叫做技术投资 或者是交易 第3呢我们把它称为是 就是价值投资 那现在我们所讲的不是价值投资 那这一只股票我们所提倡的是新闻投资 那从新闻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说 接下来有潜能 所以在接下来的潜能档 这个潜能档的可能这只股票会有机会 可以让我们赚钱 那从这里我们看到现在价位是1块8 那我要怎么做呢 我就来这里 我先倒入2015年 先 一下子 然后我们就开 OK开了之后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个是WCD 之前我没有讲到这么仔细 我就跟大家讲 比较仔细一点 那35年的Journey 这个是他所跟我们讲 35年里面这间公司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成长 他从以前的1981年开始 我们讲这个大家可以 过去 可能慢慢看一下这间公司 然后这间公司呢 他基本上是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是有包括在这个 马来西亚 还有Vietnam 大家知道说 刚才我有提到说 越南是其中一个under RACP的一个 国家 然后呢很大可能也是有机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所以他也有公司在外国是在 Vietnam那边 OK Property Development 建这个所谓的房地产里面有包括Township commercial 还有Lifestar Hospitality OK 那最近我们知道说他有建一个在柔佛州我们叫做是 这个 Paradigm 就是在那个整个 Galance古代那边 大家过的时候经过是也看得到 所以这个project也是为他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收入 OK 这里我们可以看 从这个 revenue 2011年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都是一直在走涨的 然后我们看他的 Profit attributed 这个equity 有涨有跌 那最近2015年有走涨 所以短期内他走涨我们只是做短期的交易 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要怎么样去进攻 OK 所以这里呢 Dividend 开始有给我们 Dividend Net accept 也是一直在走涨 OK 简单 好了 那这个呢 我们 我们的做法就是 因为是短期的交易 那我们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做 那个 基本面的一个分析 那最主要的是我要看的是 这一间公司呢 他的 公司的这个一下子 我们先下来这个report先 啊 这里 OK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公司 他现在的 总 这个所谓的 Total asset 他的Total liability 就是他的Total equity 他的Net Net 就是到底是多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Total equity Total equity 2647102对吗 说很简单 我就拿着一个公司 我就拿着一个 26 47 然后102 OK 然后2647102我就000 因为后面应该是有错有多三个零啊对有多三个零的 然后我就要剪掉他的这个 呃等一下我看一下 究竟我先算BTS1先 那我就 就除 OK VTS1我就除 除我来这个地方 我就去这个地方 OK WCP holding 然后就click WCP holding 因为我们是短期交易 所以我们就用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来看 OK 这个是他现在的share outstanding就是有多少share是在外面 所以我就会除除多少我会除1250 1250然后就是694 然后就120 拿到是两块 一毛一 所以这边我就会写 VBTS1 就是RM 两块一毛一 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我先save 起来讲不然等一下突然间不见掉就要重做 OK 这个我把它save成是这边先 我放一个basic OK 好 所以这个是VBTS2.11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做短期交易 所以我就直接来这个 2015年这边 那刚我们拿这个2005跟2005我们是要做功课的OK 这是我长期投资的人那我现在做的是短期所以我就不要看2005先 然后接下来我做的就是我就看一下他的cash 现金现金OK Cash balance这里 OK Cash balance在这里我就看他的cash per share是多少所以我就从 523这里 然后就804 000 我就除 多少除这一个 除这个 1250 然后就6 94 然后就120 那我拿到是 0.42 OK我就放起来先 这是cash per share 等于是RM0.42 OK 再来 因为我要做的是短期所以我要看一下在短期之内这一间公司 他有没有机会能够偿还如果万亿有什么经济不景 所以现在特朗普上任 举例特朗普上任之后可能 接下来可能 是那个 恐怖袭击然后可能 或者是说 升息了之后搞到美国的经济 不走好或者是股市崩盘 崩盘了过后这间公司有没有机会会sustain 你能够 就说怎么讲 就是不会倒了 然后可以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能够走回到我们想要赚的那个价位 所以要怎么做去基本上是很简单 我就会去这个 他的 Current 等下 NetCurrent OK NetCurrent 在这里 然后他的 等下 Current Liability 这是 Current Liabil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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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从这里我们来看 所以我就要看一下这间公司的Current Asset Current Liability 有没有超过我们所要的 那个 Requirement OK 所以我怎么说呢 我就会拿这个 25 63 就是他的 Current Asset 036 我就会除 5 他的现在的Current Liability OK 就是 14 66 041 我拿到的是1.7 OK 这是他的Current Aset 5 他的Current Liability 等于是 多少 等于是1.7 1.7倍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有什么 动动有什么问题的话 最近公司还听贷务之后他还剩下 0.7的Total Asset 就说还可以Survive 可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最好是 超过2 所以 如果问我说 短期交易的话我觉得是OK 可是长期我不看好了 OK 这就是其中一个 我跟大家解释的 好 基本上因为我们是做短期 所以我们就不用花太多心思去算 他的那个 所谓公司的长期的那个状况 然后我就会直接来这边我去Financial 这个闲 OK 然后我就会看他的 P E 所以 OK 等下 等下 他的price Dividend 一点多 Average 一点多 OK Long Term Debt Total Debt to Equity 102 所以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说 他的Total Debt to Equity 他的欠债其实是欠蛮多的是102 在长期是80点 我就说 这间公司欠债其实是蛮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做这个 我们叫construction的行业吗 所以可能他会买很多的地 所以他就欠很多的钱去买很多的地 但如果看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会怎么做 我就是会回去看一下 他这间公司有没有Land Bank 看到Land Bank 够不够多了 看到吗 Land Hell for Property Development 从2014年到2015年有走长看到吗 所以简单来说他就是花了很多的钱 他去借钱来 来借就是买地要建这个construction 所以是健康 OK OK的话呢我就来看他的技术面 所以技术面我就来 Streaming OK Streaming 了之后 我就来这边 我就等一下 然后这个我们要看他的图了 看他的Technical 这个就是看 技术面了 OK 从技术面这里呢 我基本上之前跟大家分析分享过这个 Regist Rehers的方式 那我们可能会现在会用一下 Regist Rehers的方式也是然后加入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元素 OK从这里我就把它换成60线 然后从这里我看一下有没有突破 没有暂时是没有什么突破的 然后如果要画我就要把它画一下线 OK就从这里画一下 OK这个现在是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 他的突破点 然后我就来这边来画一个Horizontal Line OK 这边呢 放别的 别的颜色 可能放红色了 红色 然后再来多一条线 就是这边放红色 OK 从这里大家看到有一个 Dodgy 这个Dodgy如果他突破这个Dodgy的点数在这个价位是1块8的话基本上他就有机会走涨了 如果是你问我的话暂时他一直在盘整的现象 所以盘整的现象我们所Target的价钱呢不用多的我不要算多我Target他在这一个价位就好了 OK这个价位可能我放不同的颜色 OK这个价位我们放青色啦 青色会比较容易看 青色就可能是Greenlight 就是我们要走了 OK 抽彩的来这里 那如果是说我现在在这边买的话呢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 等一下 把它拉下来 我们的入场点可能在这里 这里可能是1块7毛9 OK 所以1块7毛9的话呢我们的 值数点呢差不多是在1块7毛3左右 那我们的 盈利点呢基本上在1块 9毛7 1块9毛7 所以如果以这样子来算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盈利点 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值得让我们来做投资 可以减掉 1.79 然后图1.79 然后腾 100 基本上我们还可以赚他一个10% 10% OK10% 在这里上去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新闻的消息那可能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赚那我们就看看一下咯 不妨吗对不对 OK那我们再来回来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才要进场 OK 可能是现在买吗还是我再等 大家看一下 这个stochastic是盘整的趋势 盘整趋势里面看到有20这边已经是开始 转上去了 所以这边已经转上去 所以告诉我们说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买 OK 再来 我们就看RSI RSI呢还 处在48个percent左右所以还是算是 超过了我们的这个40的 超过了30的情况 一直在走高所以这个还是 有待观望了 有待观望所以整个趋势还是算是盘整 只是说这边整个盘整的趋势里面一定要走着 但如果是大家看到这个volume里面有突然间 有一个轻色的volume走展 突破这里的话 那大家要注意了 机会基本上要来的 红标线里面 我看一下他的中期 有没有什么机会让我们投资 OK OK 基本上呢现在 我们是处于这个 50曲线以上的 所以基本上还是有机会可以让我们去购买 所以购买的时候 这个 这个是其中的一只股票 我们的入场点可能大家可以考虑的是在1块7毛9 然后低币是1块9毛4 然后我们的stop loss在1块7毛3左右 OK 这个就是第1只股票我们可以看的 然后第2只股票我们来看价 等一下第2只股票 我就看 比较 短期内有机会的 我们看短期内有机会可能Gicom Gicom是3204 看一下Gicom可以不可以先 OK从这里我就把这个关掉先 今天我就不要讲太多 关于到这个 长期分析的 OK大家可以用这边基础 基本上我带给用2005年他的 不管是他 或者以别这里来做分析的 就是通常我会用的 可是今天因为我们做短期吗 短期的话 比较少用这一个 所以大家就可以拿 那个 那个公司来看一下的长期怎么样 等一下 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等一下我才跟大家讲什么做 我先算多一只股票 先让我们才进入 那个长期的 OK等一下先啊 所以我就比较快一点 我就去 按错了 等一下 OK 好 这只股票 那这个股票呢 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quaterly 的report是看到是有走长的 从 12个明年涨到23个明年 这个是短期内看到有走转的现象 然后再来看他最近在 这个 季度我们知道说 12月21号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一个dividend 就是2cent 所以有给dividend的股票 基本上短期内都是会走长的 OK 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 anual report OK 说来这里 哇 2016年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新的 OK 说来到这里 等一下 等他download一下 OK 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我就download 然后就同样 我们就去desktop开 OK 这是giken 那giken也是坐根 大家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火车在这里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 大家懂为什么会选择股票了 是跟我们高铁也是有关系的 他也是对这个行业是有 有一些经验 他们也是有见过的 OK从这里2012年152 涨到276 491 然后有跌了一点点 在2015年 2016年突然间涨了很多 OK 所以如果看了整个chart的话 remenu 今年有走涨 这个也是 全部earning 也是开始飙涨 dividend也是飙涨 所以短期内 我看这个股票是有机会 会走涨的 在短期内 OK 来我们继续来看 那肯定他有做过什么样的一个project 大家可以在这里有目共睹啦 这个project 他可以看他有做过高铁 他有见过一些高铁 OK 然后 这边是他的一些项目啦 这个都 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慢慢看这边就不要多谈 OK 其中的第一个东西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间公司 我们叫做Gekern OK Gekern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他的 VBTS1 OK VBTS1我们看一下基本上是多少钱 OK 我就回来这里 OK VBTS1我们要看的是他的 Total equity 除除除除除除除 他的share outstanding OK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的Total equity 对不对 大家看到 然后我在 从这边呢 我就去 这里 OK我开 太多一个 最近我自己从这边拿先 因为反正也是要看的 OK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PE是14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说PE低过0的话是非常便宜 如果是15到 就是15到25的话基本上是 算是已经开始 没有15 啊 40以下的话是非常便宜 10到15的话是算是 便宜 然后15到25的话是算贵 25以上是非常贵 所以来到这里呢 我们就去看一下这间公司的share outstanding 这个就是他的share outstanding OK然后现在我要去 这间公司的 他的Total equity 所以Total equity是 321966 OK 然后我们要除 这个 这里 这边是 375 然后 512 500 375 512 500 然后我就等你 OK 所以这边我拿到的是 0. 0.86 0.86 因为我就在这边写 0.86 OK double check一下对不对先 从这里我拿来这边 Double check Double check 所以是 321 然后是 966 000 除 这是Gekan 对 OK Gekan Malaysia 然后除 375 375 512 然后500 对没错 所以现在的价钱 刚才我们知道WCD是under value的 然后这个现在是2块9 哇是已经抄价了 这个是大家看到吗 有算了过就可以明白了 就可以知道更多 Cash 是大概是多少钱 所以我就进来这里我就去看一下 OK他的现金现在是这边 Valent 241645 OK 所以我就去241645 000 然后除他的这个现在所有的 Share Outstanding 375 512 然后500 也就是0.64 差不多了 OK他的cash per share 就说这边公司现金很多 看到吗 他的cash per share跟他的 正式价值差不多靠近 所以他有很多现金 正经 因为我是要玩短期罢了吗 所以短期的话技术会来得比这个重要 这个只是一个让我知道说在短期内可能如果被卡住的话有没有机会会翻身 OK 所以我们来这边我继续去看 呃 这边 等下 他的cash per share OK 我们知道说你现在他的cash per share 全部 如果我要还清的话 OK 然后我就除这个 Current Liability Current Liability是多少 Current Liability是 359 359024 OK 对啊 多意思啊 这是 对 对对对对 OK 所以我们拿到是1.47 1.47 所以看到吗 从这里如果你问我说你要做短期交易的话这个基本面就没有这样好所以我放红色 这个基本面是比这个还要好所以我放蓝色可能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哪一个是比这个更好的一下 OK 所以现在暂时我将前然后这一边 呃我去看他的技术面 即使是不可以啦 正经我们看一下技术面看可以不可以先 OK 我们去 Streaming 我们看一下最近有没有人在在抢这个股票有什么机会这样子没有的话这个股票就暂时就放一边了 OK 所以我们就去看这个我把它变成是 60 我暂时已经过了OK这一轮在这边 这一轮他已经涨上去了如果我们买的话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就要买了 两块八手他已经涨到两块九毛多了 OK 所以说像现在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空头了啦 基本上要赚也是不多啦 到这边就 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空间 可以再涨然后看一下10年 OK 从10年里面 这间公司已经突破新高了OK所以呢 简单来讲这间公司的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好给我们买的空间了啦 所以这里呢大家可以知道我分析的方式就是我很明显的就是我自己做给大家看 大家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我怎么做OK所以来这里我继续再去看 因为这是短期我们再看多一支发购 这是我觉得不错的一间公司 哎等一下 呃对不起我们去另外一支先 这一支 micron micron 跌下来跌下来可能再涨回上去 这5087 OK好 所以从这边我delete掉先 然后我来5087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机会啊 所以刚才我们有一个机会是我们看到的是 呃那个wcd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啊这个不错 很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quarterly report quarterly report也是哇 赚钱的 从2.8个明年涨到10个明年OK这个合格了更紧 然后再来看他现在final 里面已经过了那时候share buyback 我公司也是买回自己share 所以 啊难怪他的share会走涨 OK并紧 很好 那我们看andreport 下次啊我们看一下短期的同样 我就来这边我放micron先 然后过后就 这边我们放vbts1 然后等于是rm多少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赚钱机会 OK2016年 OK然后 这个是micronsteel OKmicronsteel 然后download OK来到这里我们就save 小过后就开 OK这边就是micronsteel 大家看到也是做铁的 做铁肯定对高铁来之后有好处啊 跑不掉的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点公司做什么 这个是chareman 哈哈哈 OK 所以 这个我也不要多说了 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刚才所分析的方式 OK这大家回去慢慢可以看 因为我现在要 赶到之路就是我们最快的方式就看一下这个这个有没有机会让我们赚钱 没有就直接skip了 OK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来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同样这里我们有多的 好我就来这边 我就去拿这个多的 先第1个是335 438 235 438782 现在有没有三个零了 没有OK所以注意到吗 这边是没有三个零了 所以 就直接拿完这个 一个就可以了 OK 这边我就来这边同样了 我们就去micronsteel 然后回来这里我就paste OK同样我们也是要去看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们就去顺便 去看一下他的pe 那些等等什么 这个是比较基本的方式 p7.8 便宜 少过10 这间公司 OK 我们来 Streaming chart 难怪涨5个percent 今天大家看到吗 我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的时候 叫大家去看了的这支股票 在上一期我就讲了 OK 这边 根本来不及 机会来了 OK 总结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是60 哇 突破了 看到吗 这边 这个 等一下 我可能明天要排一点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样子下来 OK这边是蓝色 放蓝色 OK 然后这边是 OK 然后我放一下这个horizontal line 我就放红色 等下 OK 这边 这个放红色 OK 从这里到这里 OK 对了 然后再来多一条 这是第2个 第2个来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来 OK 这边做好了 现在还是 到trend 到trend了 过后他走涨上去 从这里 所以我就要看他的RSI 看一下有没有开始走涨了 哇 动到30%开始 上去了 机会来了 各位兄弟们 OK从这边 我们看到他又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123 3个candle 走涨上去 所以他continue走涨 0.915如果不要算多他走涨到这个0.101的话 等一下 0.012 减掉 0.915的话 等于是这个 收除 0.915等于 乘100 10% 10% 有机会可以赚10% 我不错了 OK不错了 这只可以 OK 这只看起来好像比较不错 OK 我们回来先 我们同样 我们去看一下 刚才我们算到 我们还没有 太兴奋了 对不起 哈哈 太兴奋了 刚才就是算了 都忘记把它拿出来 OK我们重算一次 这个是 OK不行 335这边 然后438 182 OK然后我就去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就去看一下 不好意思啊 因为刚才太快了 太快了 太新闻了 OK 这是shareout sending shareout sending 就是我们要除这个 282 看到赚钱的机会就是很开心 OK然后 45 OK这个是 哇 1块 1毛8 1.18 OK然后我们就去cash per share 看哪一间公司是 比较好 我们来做一个分别 来做 Division 所以今天没有没有来听我这个 这个交流会人全部招募啊 我肯定他一定招募 OK So来这边 等一下 So来这边 现在我就 就就就就就就 来这里 刚才我们已经画过线了我重做一次啊不好意思啊 因为刚才太兴奋了 可以说等一下我们看来画 So其中的第1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等一下才画等一下我们还有东西还没算完等一下 OK So从这里呢我们要去看他的cash per sharecash per share是这里 So这里我就来从27 这边 这个他的cash and cash into balance 27630 630395 OK然后我图 图他的这个 share outstanding 285 28 2545 54545 这是0.09 所以差不多我赚他是一毛钱的 所以这是一毛钱 唯一一个就是 就是不是很高的地方 是这边吧 OK不行我们看他的current access 先看有没有办法可以cover 这个是短期的 这个是短期的 所以我就看这个 所以现在从这边他的 OK 他的current current assets 这边 current library 是这边 OK 所以我就来这边我就用这个238 238950 230 238950 230 然后我就除 这个205 14 3919 哇1.16 不增高 还好吗 1.16 OK 可是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看得到OK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是一个技术 所以看来我们看到这两个都不错可以考虑的对不对 从从这里这里跟这里短期内这个是short term的 short term OK 从这个short term我们可以买的 然后这也是short term可以买的 然后micron刚才我们看得到我们再回去那个技术里面 就是我们要赚他一个10% 10% 的几率我因为他的技术面蛮强的 现在很有力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刚才我已经画了线了不仅画多一次 OK这边是 把它放大 然后这边是 第2个 第2个地方这里 还有这里 OK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第1个阶段他所停留的地方是靠近这个 1.015 第2个是1.2 所以我看到说现在我们算出来还是1.8 1.18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我在1.18的话基本上是靠近这一个 上位 这个地方 啊 就是他的真实价值大家看到吗 所以他没有到他的真实价值的时候 他准准在1.2他就被人家pullback拉下来了 所以说简单来说如果我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买进的话 OK 如果我在 接近这个价位 1.015 OK 10个percent 10个percent 所以10percent等着我们赚 就到这边罢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我看好看好他这一支股票 应该短期内有机会啦 有机会是走涨 OK 所以呢我们的stop loss level我们可以可能靠近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要走长 比较 久一点的话大家可以考虑放在 刚才我们知道说他的那个线是在1.18吗 这不用到1.18的我们在这边就可以走了这边我把换另外一个色 另外一个颜色 1.123 所以如果是说大家要找1.123的话 剪掉 0.915 然后除0.915 成100 OK就是22个percent 所以22个percent我不错吗 不用紧 所以我就大概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考虑 去买OK 所以现在我们来分析最后一支股票先 因为 另外一支我跟大家讲 还有一支有机会的那是大家先买的OK 这支股票是叫 发 发购 OK 所以只是在这边发购 7229 OK 你看他从总共从以前10年前 2007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有利曼斯的情况下跌下来 跌了之后一轮过跌了差不多70多个percent 从这边接近2块4跌到五毛钱 再涨回上去 从这边 一年 跌了差不多 我算一年了 一年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第五年他就涨上去了 所以我不要算多了 如果是他跌了78个percent的话 做简单 我们跌78个percent 我们跌78 赶的话就是乘二吗 赶数 156除五年 每一年涨31个percent OK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只股票也是同样 他跌下来了 OK 所以他从差不多整4块钱跌到剩下2块3毛多 所以我看到这只股票现在跌差不多是40多个percent 40多个percent 乘二的话是80多个percent 所以买的时间基本上现在还不是时候买我先给大家讲不是时候因为这只股票 要跟我们讲的短期的这一只是长期的long term 说long term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分析就是 我会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分析 OK 我就来给大家看我怎样分析啊 所以我就用到我的website了 OK 等一下 我们去这个 嗯 下次 Feverry Fargo OK 所以我就来这个addle report OK OK 这边我们就会进入同样 用回同样的方式 20 2015年 然后我们最近的是2006年 我们没有2005年 所以我会做的就是我就直接拿2015年跟2006年 来做一个计算 OK 所以从这边我们等他到路线 OK 这个我先关掉一下 因为太多了 OK 太多太多 OK 所以这个是2015年的 OK然后我就来download 2006年 OK 学员们如果是大家是做 长期投资的话这只股票真的可以看一下 真的不错了 只是说他的公司 我给大家看很简单了 我先highlight这边先 等一下 这只股票 然后 我两边一起进行会比较快一点 这边在download 这边我们就在search OK so search 我们就是来company OK 然后从这边我们就去Kolalampo Farco OK 所以这边 download完了吗 OK完了 快点快点download 来我们要进行算了 OK 就把它拿出来 到这里 我们就来看 OK 这些公司大家看到吗 整个RE是14.36% 他的U 他给是6.25 就是dividend 是6%多的 然后他的PE是6.72 是很低很低很低 所以我其实看好这只股票的 OK然后呢 我们再来 OK这边是2005年 所以现在我要算了 所以我要算的话呢 我要怎么做 第1个 我们必须要去算的 就是 看一下这间公司的 Profit for the use 这个是我唐跟大家讲的 Profit for the year 他的走涨到底是多少个percent 所以从这里呢 我就从 2015年这边来开始来做计算 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看一下他的那个 Golf rate 我就直接算就好了 这样子会比较 比较快一点 可以从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OK 他的Profit for the year 这里是 98866 然后后面有三个零 所以我就copy这个 拉过来 我来这里 这个是present value 就是现代的 present value大家要放的是2015年 就是最新的 然后这是2005年 同样我们去 他的income statement OK 所以从来 在这里我们看 就是Profit for the year 就是 9868 所以我就copy 同样我来这个地方 我paste 不要忘记后面要加三个零 这个呢是多少年 这个是9年罢了 因为他是2015年到 2006年 那我就calculate 他是176个percent看到吗 所以总共他的profit 是涨了176个percent net profit for the year 因为我们要算的是他的 EPS Earning 有没有growth OK 所以我就会来 这地方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说他的 有赚 不代表说 每一股 他是有 有走涨的 所以来这边呢 这个是43.4 我就paste同样 然后来这里 我就去7.31 然后我就在这个地方 paste Calculate 21.88个percent 非常好 然后再来 我们要看的是 Potal equity 就是说这间公司 因为他是做 什么公司 他是做什么行业 他是claim的 claim就是说 他是那个 吊机的 帮人家 吊东西的 So他的product services 里面大家得空可以去看 所以如果今天 中国一带一路进来之后 他们要见识这个高铁 这个肯定也是会对他们有好处 因为 在海峡那边 如果我们要建高铁的话 我们也是需要这些调及claim来帮我们来调那些 Concrete 我们的泥 沙 那些东西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说他是其中一只公司是我看好了 OK 等下 所以我们回来 我就不要讲太多 准备的东西 我们就直接算 OK 在这里 OK 我们再继续看他的 Total equity Total equity 就在这里 OK 这边也是后面有三个零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要放多三个零 给后面 加三个零 OK 在这边 我就放这个地方 然后 我就后面再加一个三个零 Calculate OK 156 吓到我 太好了 156个percent 所以接下来我看的就是 这一间公司的 Cash per share 没有 他的 Cash per share sorry 不是Cash per share 是Operating net cash flow 有没有周章 就看到他这间公司的现金从以前到现在 2015年到 2005 2006年到2015年有没有周章 OK 所以很简单 我们就去这个现金流的这个report OK 然后我就来这边 看来看到这里吗 Net cash Operating Idvd 我直接highlight这个地方 这边后面有三个零 同样我要加三个零 因为他是以 So继续来这边 OK 这个net Generating from operating Cash generated Generated OK所以我就来这边 拿着一个就好了 OK 这一个 然后我就paste 放着三个零 Calculate 这是175 看到吗 所以我找给大家全部是好料 OK 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 他的VBTS1 OK VBTS1我们也是可以算的 没问题的 OK 这是长期持有的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2015年这里 VBTS1 我就要去看他的 Share outstanding 所以我就来这边 Base 进去了 OK我先看一下他的这个 大家看到P6.72 哇真的是很便宜 太吸引我了 OK 所以来到这边 他的 Total equity OK Total equity 是这里 OK 所以我就直接拿Total equity 就是 547 615 3个零 OK 5476153个零 然后我就来这边 OK 然后我就除 这个221 然后392 然后000 OK总共是2 2块4毛7 2块4毛7 OK 2块4毛7 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他的 Current Asset 除他的Current Liability OK 所以我就过来这里 Current Assets在哪里 我看一下 Total Current Assets在这里 这个是983 然后就307 000 然后除 Total Current Liability 就是 663 然后90700 我们拿到是1.48 OK啦 1.48 也是有超过1 也超过1倍啦 可是没有到2啦 不是这么理想啦 可是我还是觉得 还OK啦 So basically 所以这间股票现在卖多少钱 2块3毛7 我们的价钱是2块4毛7 已经算是被低估了 然后他还是在跌 就说现在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呃 看一下9月30号的时候 他的公司呢 的profit有走跌一点点 所以他会跌是正常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 等什么 来我们来看怎么等啊 我们来这个chart 这个是长期投资 我先跟大家讲 所以刚才短期的已经给了大姐啊这个也是长期的 OK OK So 这边我就放 大家看到这边 之前的时候他有突破一轮了 OK 可是现在跌回下来 然后现在他是在rsi这里我看一下他的通力够不够强 够强看到吗 跌回下来 所以短期内来看的话呢基本上他会先跌后涨 所以大家就先等他跌先咯 不用紧的 不用 不用太过急 OK So这边我把它放成是红色 OK OK So这里是 其中的一个看得到 然后 第2是在靠近这个地方 OK So暂时我看他应该会在这个地方徘徊先 然后如果大家要买进的话就是第一大家要等到这个 青色的突破这个60曲线 第2大家要等这个 OK OK他已经在50之上所以是健康的 所以我们要等 再突破这个50的曲线 然后这个 突破50曲线已经突破了 然后这个要突破青色突破60 然后这个RSI呢基本上他现在跌下来等他再 回转上去 所以回转 回转上去的其中的一个 先天条件就是因为他现在在盘整 所以这个盘整他一定会从现在看到吗 他一定会跌下来先的 跌下来完了之后他再转回上去的时候那个才是我们进场的时机 进场了之后 我们看回10年 然后大家要hold 这支股票直到他涨回他之前的价位 4块钱 所以我们的profit margin 就是说今天如果他跌到这边又涨回上去我不要算多了如果真的是2块3毛7买的话 现在买的好啊 减掉2块3毛7 除2块3毛7 这是长期投资大家要等的了 我可以赚68个percent 六十八 挺好 所以我不要算多了如果这个是用三年的时间让我们达到都好我们每一年都赚22个percent的 还有他每一年给我们的dividend是6个percent的OK吗 肯定OK啦 22加6个percent的话基本上每年拿28个percent的 为什么不可以投资对不对 好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股票还有就是大家回去 用同样我所讲的方式去分享 去分析这个发家 CST 还有 EcoVest Gamuda OK大家去分析一下 所以呢这个就是总结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这个 其中的一个 分析的一个方式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基本上online class就 算是差不多高了一段落 然后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解就是说如果大家是 还是没有去 这个我的 这个YouTube channel去看的话最好快点去看因为 我有分享了很多 如果这个股市区别ABC如果大家是新手的话一定要去看啦 然后股票投资的终身学习的一个地方全部把它拉进去在这个地方了 OK好 那还有就是我要鼓励大家去看的就是这个 股票投资的三大 失误跟错误就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我自己本身也是 之前的时候是有面临过这个错误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重复 所以大家就只要去这边找 WCD沃外里面的channel去看 其实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video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完了全部的video都是可以对大家很大帮助的 可是大家给第1个要看的就是三大股票的投资15本错误 好那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是我的书 我的书呢就是第1本叫The Powerful Value Investing Formula 大家要购买的话可以跟我讲去 OK然后我会等下我跟大家讲去哪里购买 第2个呢就是这个 How to be my cash machine to stock investment 如果大家有兴趣 要购买的话大家可以来这里 OK就是 在这个面子书大家只要去WCD Worldwide Training OK 如果大家是在我的这一个online买的话肯定是 价钱是稍微比较贵一点的 可是如果大家是 大家可以私底下promo就是你可以私底下跟我讲你有兴趣要买这本书 然后我给大家因为今天 今天我们这个分析是我就只是公开给有听到这个 这个video的人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我的这个网页你赖了之后你就去message我 你跟我知道说你有兴趣要购买两本 就是两本一起购买的话 我给你一个优惠价 OK我给你一个优惠价 所以就尽快了 那基本上是这个这个机会是 基本上我会给到12月底过后 12月底过后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会回归 Original price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赶快让我知道 快点去赖了过后 这个被小过 就去message 我让我知道你有兴趣 OK就可以了 我就跟你讲 要怎么样购买 就给你一些offer OK好 这就是我的书 然后这书里面基本上我已经 把很重要的一个顺序全部分析给大家看了 大家可以在里面也是可以学习到一些 我个人的分析的一些方法包括SRI VBTS 还有那些 Capital risk tradeoff 还有Best Capital Protection 全部有在里面大家可以继续看的 我也会 帮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加入我的私人面子书的话 可以让你的专员知道 然后你专员会跟你讲要什么加入 那基本上只要是股票高级版权 全部都会在我的这个 Prival Group里面的 好那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问 这些 所谓的 主题是 我们回来我们主题 讲的太远了 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就是这个 中马联手高铁计划未来投资的三大绝招 那我已经把这个绝招跟大家讲了 所以也包括我们的整个 Fondument 我们整个的 这个什么指数要怎么样去做 那简单来讲 我们来做一个Summary 指数要买涨还是买跌 买跌吗对不对 Short 然后我们的这个股票有什么东西 什么股票可以买 短期的 第1个 micron 第1个micron 第2个wcd 都是同样赚 10% 接下来长期可以投资什么 跟这个 我们的主题有关系的 就是 发购 OK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股票 当然我还有很多很多股票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常常的 浏览我的这个Facebook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这个Live 我会 有时间不时不时呢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股票了什么 大家可以从里面的 可以得到 第1 手的这个资讯 OK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基本上就 到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我的这个 这个私人面指数 我的私人面指数 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 可以message我 或者 大家也可以去我的 刚才我们说讲的那个 我的like page里面 就是 WCD Worldwide 里面的like page 来message我 好 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 谢谢大家 希望 这一个 所谓的小小短短的两个小时的分享 可以给大家 学习到如何 怎样去分析一些股票 也包括 给大家一些 这应该要 要专注在哪一支股票 来让大家短期内可以赚钱 也可以 跟大家分享说 接下来的整个趋势 我们的这个指数 应该要怎么样去分 怎样去 做布局 就是部署 OK 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 谢谢大家 Thank you